谢谢 刚才在楼上我还跟王老师在说 我说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从小自学的英文 我的英文是在西湖边上抓老外的时候练的英文 那我们考进师范学院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是农村来的 发音都不准 我呢确实是班上最好的 但我这个老师呢 给我的考试成绩是59分 农村来的很多同学考了80几分90几分 我都特恼怒 我说凭什么 怎么凭我的英文发音也比他们好 但我两年以后我特感谢他 但我觉得人一辈子中被一个人 被你的老师被谁这么指点过 而且是狠狠地批过以后 如果你没有出息 你恨过以后就算了 你有出息你去思考 两三年以后你会记住这是好的 所以我说你们讲的绝大部分的经历 你们讲的故事 以及在整个案例过程中怎么操作呢 我碰上过 我完全可以忽悠大家说 挺好啊下去 但是这样的话对大家帮助不是太大 我觉得作为评委呢 我知道我的职责是给大家讲实话 我想把自己这两年创业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做个分享 未必是对 但是确实是我走过 我有时候说 我讲话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我讲话不是为了讨大家喜欢 也不是说人家就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讲话也许不一定对 但我一定是真实的 一定是我自己想的 我自己创业过好多公司 第一家公司是1992年 是做海部翻译社 因为我学英文 很多人叫我做翻译 我没时间 我可以把它介绍给我的老师和同事去做 所以当时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会挣钱 成立这个翻译社的时候 一定需要有个好的门脸 所以我们就租了个房子 一个月的房租就是1600块钱 而我们的注册资本 大概夯不让加起来是3000块钱人民币 我们满还信心的开始做生意 觉得这个一定是个好买卖 我们坚信中国将来会外遇要好 外遇人才本身不多很多 想法很好 但做的过程中 第一个月的营业额 大概600块钱不到 房租是1500 还不包括所有的工资 第一个月我们就亏了一塌糊涂 我们原计划可能说六个月可以收支平衡 但从第一个月告诉我不可能收支平衡 第二个月更惨 第三个月几乎是很难活下去 那第四个月我们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我们发现卖鲜花 卖礼品可以赚点钱 赚了的钱至少可以付掉房租 所以我就坐火车 从杭州到义乌小商民市场去进货 我们把海波翻译在一切为二 我们一半留着翻译社 一半留着开礼品 然后我们发现呢 这个卖礼品的钱 一个月倒是可以赚三四千块钱 但是翻译社一个月的营业额加起来 就是四五百块钱 然后呢我的同事就跟我讲 干脆开礼品店 这东西好赚钱啊 如果礼品店看下去 也许我们将来成立一个礼品公司 这就是很大的抉择 所以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时成立海波翻译社是为了挣钱 还是为了解决找翻译和那些老师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我们希望解决的是老师和市场上的需求 记住很多公司的创业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碰上个新的机会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该怎么做选择 所以我们后来是选择了做了翻译社 当然在中间还有一个案例 我给大家讲一下 不懂财物所犯的错误 我们请了个女孩子帮我们收钱 有一年的九月十号 是教师节也是我生日 那天我非常的忙 我们一天忙得晕头钻一项 结果我估计算算那个一天的营业额 做到一千一百块钱 但第二天早上一看 算了算账只有四百多块钱 那我就很好奇这个钱跑哪去了 然后呢做了个查账 一查账以后发现这个女孩子 每一天从这里面抓个一两百块钱回家去 而我们竟然做了三四个月都没有发现出来 谁的错 是我们的错 是制度的错 一个不好的制度会把优秀的员工变成坏员工 创业是很容易犯的错误 就我要抓大不抓小 所以我们想到是翻译社将来怎么发展 进货怎么就想这些东西 去没有讲到四五个人也需要制度 也需要管理 没有好的制度 这是公司的灾难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经验 小公司也需要制度 也需要体系 第二个公司我们成立了中国黄业 在中国黄业的创业经验中 有很多的经验 也是可以要跟大家分享 95年做互联网是最艰难的 就中国那时候还没有连通互联网 我就到美国去了一趟 回来以后我们要做互联网 我请了24个朋友在我们家开会 说了两个小时 没人听懂我在说什么 最后23个人反对 一个人同意 这一个人就说 马云你这样做你就试试看 不行的话赶紧逃回来还来得及 那我自己 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决定 还是做下去 中国人很多创业是 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晚上想想是热血飞腾 真好 第二天早上七个自行车又上班去 对吧 这是我们很多创业者 所碰上的问题 所以那一天我觉得 因为我看见过互联网 我觉得互联网将来会好 但这些人没看见过 但是没看见过的机会 就是你怎么把它变成现实 包括中国的第一句话说 比尔盖茨说 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句话其实不是比尔盖茨说的 是我说的 我把它改为比尔盖茨说的 95年刚刚开始 全世界知道比尔盖茨 但是我说 马云说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方方面面 谁会相信你 对不对 这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我相信比尔盖茨 有一年一定会说的 还有一个记住 创业者未必一定要懂你所做的 怎么做出来的 但是你要深信这东西的前景 你要深信 这个东西可以给别人带来的真正的价值 如果你坚信 如果你觉得有机会 那就往前走 我那时候是杭州电子工学院的外办主任 相当于触及干部 辞职的时候 我们校长跟我讲 任何时候你要回来 我一定在疫苗中以后批准你回到学校里 那我就跟他讲谢谢 但我心里说 十年以内我不会回到学校里 十年以后我再会回学校 我从学校里出来的目的 不是为了挣钱 当然挣钱不是坏事 理直气壮的说 创业生一定要挣钱 但是我确实当时出来不是为了挣钱 我在29岁那一年 被学校评为十大七初青年教师 但我是本科生 十年以后 我凭什么跟那些更优秀的年轻人竞争 在创业过程中的任何经历 再回学校的时候 我可能是超过任何一个教师的一个经验 所以出于这个目的 我离开了大学去创业 所以对我来讲 这十年以来 任何失败成功团队取得的这些经历 是我最大的财富 这是我最要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要失败 但有可能不失败 我愿意做个尝试 我如果这样把麻烦 一个个解决往前走的话 这就是经历 如果我失败了 也是一种经历 创业者要的是一种经历 人一辈子 不会因为你做过什么而后悔 很多时候到年纪大的时候 是因为你没做过什么而后悔 你从第一天做创业的时候 就要知道自己在走的过程中 是一条曲折的路 而取得路所经历过的东西 是你最大的财富 走到今天为止 我越来越觉得 这才是正确的路 这样才会让一个创业者心态 永远平衡 我在寻找投资者的时候 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当年跟中国电信 一个三产企业 发生了竞争 它内索的注册资本 是2.4亿人民币 中国黄业的注册资本 是5万块钱人民币 我们竞争的非常惨烈 但是我想我们的竞争还是蛮成功的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 我明白一点 以后你们碰上巨大的竞争 不要慌 大象很难踩死蚂蚁的 你知道躲得好 躲得好 然后有良好的策略 你一定也能活过去 所以对于我们竞争了将近八个月以后 大家你也搞得死我 我要搞死他 可能想法也没有 我不可能搞死他 对不对 最后我们坐下来谈 谈的时候他说 好 我们进行核资企业 他投140万人民币 那时候我5万块钱 听见140万人民币 心花怒发 有140万 我还可以干多少事情 那我说好 脑袋他就干了 这个核资企业成立以后的 灾难就来了 董事会里面 他是5票 我们是2票 只要开董事会 我提出的任何想法 他们一个人举手 五个人同时举手 一个人说不同意 所有人都不同意 我们在五六次董事会 没有一样东西给通过 因为双方的目的不一样 我是看觉得有140万人民币 其他的资源 我就可以大干了 他是想到 我出140万 就可以把它给灭了 所以这时候你说 拿到了钱 你丢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你本来可以是是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想清楚 从那时候开始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今后我在创办公司的时候 永远不会去控股一家公司 让那些被我控股的人感到痛苦 一定要给下面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直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控股过阿里巴巴一次过 我为止感到骄傲 我说CEO 评到这家公司 评的是智慧 勇气 胆略 而绝对不是资本 资本不能控制你 如果一个企业家被资本所控制的时候 你就没有希望 永远记住 资本是为你服务的 你不能为资本服务 第三家公司 我创办了国富通 在那家公司里面 我们真正做到了 我自己感到骄傲 我们创造了中国很多第一 14个月以内 我们利润做到287万 后来人家说 99年以前 中国没有互联网公司挣过钱 我告诉他们 我挣过钱 只不过我们没有说而已 那时候我们做得很不错 然后呢 这家公司 我们在理念上发生了改变 我的领导认为 电子上为了发展方向 应该以EDI为中心 这是一套比较封闭性的电子商务 在95年以前 没有互联网 EDI是最好的电子商务模式 而我认为在97年 已经出现了互联网 互联网将会 一切以开放的形式出来 所以如果说不把互联网 作为将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这是大灾难 所以这是一个 对未来的战略发生的区别 第二个 他认为对客户应该去control 应该去控制 而我认为 对客户不应该去控制 是去创造价值 让客户觉得 你对他有用 你能替他挣钱 客户就永远跟着你 第三个呢 他觉得 我们应该为国有企业去服务 而我认为 中国未来进入WTO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民营经济 各式经济 中小型企业 将会成为很大的区 理念不一样的时候 要记住一句话 老板永远是对的 如果你不能改变他 你改变自己 所以我说 您走您的路 我就只能回来 我从零开始 再度创严 尽管赚287万利润 我们没有拿一分钱 从我杭州带去的五六个人 变成四五十个人 我走的时候 四五十个人 我一个都不会带 记住 这也是个游戏规则 如果你去创办一家公司 如果你自己决定要走的时候 你把里面的人带走 有一天你的员工 也会学你的样 切记这个 所以我离开北京的时候 我就把从杭州带去北京的五六个人 因为他们是听了我的话到北京 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回家创业 我给大家的条件是蛮简单 五百块钱的工资 在我们家上班 我们租不起办公室 所有的人在我家的这个小区边上 租一个房子 住在一起 我说你们不可能早上打车来 日日夜夜 干十个月 失败以后 一起再去找工作 我说你们自己去认真考虑 三天时间告诉我 三分钟以后 他们一起回来说 马云我们一起回家 一起去创业 重新开始 这个时候 你就觉得有这么一支团队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肩上的死灵 不是骄傲 而是责任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 创办了阿里巴巴 后来我们又创建了淘宝网 创建了支付宝 我做六个公司 最最重要的就是 我很实在地出去找路上的人 我觉得他可能成为我客户的事 我就问了 这东西你要吗 你会付钱吗 所以在这儿呢 想跟大家讲 一个优秀的计划 不在乎于你 非常非常精致 但是这个逻辑一定要清楚 你为客户 为市场创造什么样真正的价值 孙正义那时候投资我们以后 在2001年冬天 他到了中国上海 他把在中国投资的 大概几十家公司的人 一起叫在上海 然后呢 每个人讲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讲他的投资的计划 那时候互联网已经进入冬天了 我是最后一个讲话 我说 一年以前你给我投资的时候 我是这个梦想 我是这个目标 我今天告诉你 我还是这个目标 唯一的区别是 我往前面稍微挪动了一步 方向 我们是这个方向 电子商务 e-commerce 中小型企业 进出口 为中小型企业创造价值 这个我们一直方向没有变过 很多人很少会坚持 从第一个开始 不断的维护 不断的坚持 我们坚持这个理想 不断的在调整自己 那另外一块 我想跟大家讲 跟风险同志谈判 腰挺起来 但是眼睛里面是尊重 你从第一天这么理直气壮 腰板挺硬的时候 当然别空锁 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你比资本家更会挣钱 我跟VC讲过很多遍 你觉得你比我有道理 那你来干 对不对 现在我能够把钱 变成更多的钱 你能够找到好的项目 所以双方之间是共通和平等的 他问你一百个问题的时候 你也得问他至少九十九个问题 你是嫁给他了 他可以取七八个 你就一个 然后你要问他 投资的理念是什么 为什么投我们 我最倒霉的时候 你准备怎么办 我先告诉你 我会很倒霉的 那真的不行 你看看怎么样 但是我们很多人倒过来讲 先告诉他 我一定会很成功的 VC的期望 是谈了那么高以后 你怎么做都失败 都谈过好的以后 你就谈坏的了 坏的告诉他 也许在公司 明天这个怎么办 你有什么东西帮我 你是好公司的时候 是七八个VC会追着你赚 让他们把帮助你的计划和想法 互相写下来 你的承诺每年都得写下来 他对你的承诺也得写下来 这是互相的一个约束 这是婚姻合同 对不对 我这么多年来 从第一遍VC到今天为止 我的每一个计划 每个季度 我没有miss过一个季度 如果你miss了一次计划 你的信用就没有 你告诉他 我这个月也会亏 下个月还是会亏 但我亏多少 只要发现可控 你的投资者都不会可怕 他最可怕的是 你不可控 你说赚两块钱 结果你还亏了三块钱 你说亏三块 结果亏了八块钱 你就麻烦大了去了 我进村正义那一天 我根本就没穿西装 我就这么很随便的紧 因为我心态里面 从来没想过要钱 我也没觉得 这那就聊聊嘛 然后就讲了五六分钟 我说我要 做一个事情是这样的 孙正义我觉得 他是个非常大智慧的人 这个人 是我见过这么多VC 我现在阿里巴巴 很多VC投资我们的VC 到今天为止 很多人并不明白 我们在做什么 而这个人的六七分钟 他就明白 我想干什么 正因为我的心理的平和 我没有出于钱 去跟VC去谈 我讲的是 我想做一件 什么样的事情 讲完以后 他答弹我 他说等一下 你要多少钱 我说我不要钱 他说要钱 他教我怎么花钱 花得快 我说我真不要钱 所以就像是 那一天六分钟以后 他喜欢上了我 就是我们成为了 后来他别上了很多人说 我们两个是 soul partner 有人不相信 一见钟情 也许那就是一见钟情 这是真实的事情 最后他说 马云 你拿四千万美金 他一定要我拿 四千万美金拿进去 我说 我从来最多管过 两百万人民币 四千万美金 我肯定不要 最后他说 那这样吧 他说你拿个 三千五百万美金 那我说 我去考虑一下 回到公司内部 再想想 还是不对 太愚蠢 要拿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不会用 肯定公司要出问题的 最后 他派了人到我办公室 追到我 孙正义说 一定要见到我 然后我就跟我的CFO 三个人飞到日本 在孙正义办公室里面 那个谈判是最经典的 孙正义提出四千万 谈判最高的高手 是听不讲 讲得多的人 谈判水平是二人 真正高手是听 他一出界 你基本就倒下了 他那时候爆出的 讲到前面一讲以后 我是心情澎湃 我都觉得 应该是这样 我们的CFO说 No 然后孙正义笑了一跳 然后再赶紧调整价格 最后说好 大概三千万美金 那我们就接受 回来以后 想想还是不对 因为没签合同之间 我还可以说反悔 是不对 我就给孙正义写了封信 我说Sorry 三千万美金我不要 两千万美金 同意就干 不同意就不干 然后孙正义回来 就两个字 Go ahead 然后就这个叠出来了 我们从来没有 真的我讲的话 他觉得有道理 他一讲 我就明白他想干嘛 我也觉得有道理 你碰上这样的一种 合作伙伴之的投资者 是你的运气 在互联网最冷的冬天 我从来没去骚扰过他 他也从来没骚扰过我 因为他有太多的麻烦 他麻烦比我多多了 所以我说 I forget 别来惹我 我也不惹他 这是一种信任 我信任他 他信任我 这种投资者比较难 所以我跟他的区别 我是看起来很聪明 实际上不聪明 那哥们是看起来真不聪明 但他是很聪明的人 真正叫大致若仪 所以跟VC之间的沟通 交流非常之重要 不要觉得 好像VC是爷 VC永远是舅舅 你是这个创业孩子的爸爸妈妈 你知道要把这个孩子带到哪儿去 舅舅可以给你建议 舅舅可以给你钱买点奶粉衣服之类的 但是把这孩子养大的职责是你 VC的钱是帮你做得更好更大 VC的钱不是来替你救命的 什么时候要投VC 不是你最穷的时候去要资金 记住 是你最好的时候去要钱 永远记住 所有创业者 下一次融资 你永远公司行事最好的时候去融资 千万不要 天要下雨 突然已经下很大雨了 你爬到屋顶上去修屋顶 麻烦就大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 虚无顶 公司内部的改革 也永远是在行事最好的时候去改革 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失败 很多时候是在创业者的胸怀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六七年以前 有一家公司跟我们竞争的非常狠 当时我出席亚洲互联网大会 我成为主题发言人之一 我的竞争者呢 他也成为了五个主题发言人之一 结果要发言之前 他突然发现 他出了五万美金 赞助这个会议才成为主题发言 而马云没有出一分钱成为主题发言 所以他跟朱委会讲 凭什么马云不付钱 我要付五万美金 然后朱委会就跟他讲 你是你要讲 马云是观众要他讲 然后他就 他有个非常漂亮的游艇 他说我把游艇开到香港 邀请所有出席大会的主题演讲者和演讲者 上我的游艇玩 但是要求有一个 马云不能上去 我觉得这是胸怀 如果你不能包容你的对手 你一定会被对手给打败 是谁把周围气死的 是周围自己给气死的 朱伯亮根本没气他 你把对手当敌人 第一招就输了 天天挂着他 巴子就练这个标 你只能打这一个 其他人都没有用 竞争是最大的快乐 如果你跟别人竞争的时候 你发现是你很痛苦 越来越痛苦的时候 一定你竞争策略错了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跟一杯竞争会成功 打得不错 我跟我们所有想跟我竞争的人 我们都赢的原因 我从来就没把他们当竞争者过 心中无敌 无敌于天下 第二个团队 我觉得团队要找合适的人 我以前从来不请那些名人当我的董事的 一般有名能力强 又管很大企业的人 很少会真正化自己在你公司身上 他一年来开个两次董事会 然后他爱讲 讲了以后 你听听觉得不对 但是你说他当时不对呢 你觉得不尊重他 他说我怎么了 我还是这么个人呢 大小还是个CE 还是个董事 对吧 你尊重他 你按照他这样做 肯定失败 我第一次请了一个副总裁 我们那时候总共500万美金 他开口说 今年的市场预算1500万美金 肯定要有的 因为他每年的预算 至少是4000万美金 请到我们这 我一年最多给他50万美金 他怎么花都不知道 50万美金 他说做个广告都不够 但我觉得50万美金 是可以做100个广告了 思考不一样 你到什么阶段 用什么样的人 根据你的需要 去找这样的人 千万提及 小公司找一些高手进来 公司本身的机制 管理能力是一个拖拉机 但是你请进了一些高手 它是波音77的引擎 你一旦装上去 有马达一启动 你拖拉机就四奔五连 所以我想团队的选择 请大家切记 不要求豪华 小公司找高手 你要把高手的心态调整好 我的CFO 蔡崇星 我今天还认为 他是我见过最棒的CFO 他在台湾出生 美国长大 美国念的耶鲁的博士 学的法律 在华尔街工作过 他的收入非常之高 但他也能拿500块钱工资 他说他加入我进来的时候 我是下了一大跳 他说我要加入你这个公司 那时候我们才18个人 在我们家上班 他要加入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就觉得这个不错 但我最怕这样的时候 觉得不错加入的人 我给他两个礼拜考察 你看清楚了 我们就这样的条件 然后我跟他一起到美国 出差一个礼拜 天天的把都说得很透彻 最后他还是决定要决定 最后他太太来了 他太太跟我讲了这句话 他说马云 我知道我老公疯了 他加入你这个公司 但是我知道我不同意他 他会恨我一辈子 我支持他到你公司里来 那是他第19号员工 直到今天为止 他是我们的CFO 这样的人 跟你一样同甘功苦 点点滴滴重新接受 然后又是那种弥补 而不是告诉你要做什么 而是告诉我 你要做什么 我可以帮你做得更完善 我再来跟大家讲 团队一见找他人 对团队最重要的就是 对他们的信任 还有一家企业跟我竞争过 周五我去他办公室 他把整个灯都关掉了 我说这是干什么 省电 但是我跟员工是这么讲的 他说中午休息 但实际上他说我是省电 我想这公司完了 省电就是省电 这没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 干嘛省电还得说 同志们周五可以休息一下 员工不是傻瓜 所以那家公司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麻烦大了 因为你在欺骗你的员工 员工与你之间最大的关系是 你要信任他们 我从不隐瞒任何东西 对我的团队灾难快乐 只有有的是我告诉他们 不能讲的 不讲没问题 讲了都必须是真话 所以领导者的艺术 怎么做干部 怎么做领导 怎么去跟人谈话 我见过很多干部批评员工 真的是蛮痛苦的 要批评他 就要进来以后 先表扬他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表扬完以后 隐藏的说了一下 批评他以后 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然后又表批他两句 说这个人走出去以后 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表批评了 还是批评了 觉得挺好 他还是老样子 三十次过以后 你突然说 这个人不行 我把他开掉 然后那个人很吃惊 你不是表扬了我 四次说我挺好的吗 财员也吃惊 千万不能杀两刀 哟我很可怜 我就不杀了 再杀两刀 你也痛苦 他也痛苦 这个人杀了 确实还没杀掉 想清楚了就动 动手就快 刀越快 对他越负责任 尊重游戏规则 你小公司也有制度 一旦制度进来 必须对制度的尊重 是最高的 不是我要杀你 是制度要杀你 你违背了我们说好的制度 管理者 领导者 创业者 心要仁慈 但是 尊重游戏规则 建立游戏规则 明白自己要什么 明白团队要什么 多去看一些管理者 这样东西 创业者 多去看别人失败的经历 成功的原因千千万万 失败的原因就这么几个 去看见别人失败的时候 你仔细去看看 我有没有怎么做 我应该倒过来做 看人家成功以后 你去模仿一下 可能死得更快 很多失败的人 就是一念之差 这一念之差 你记住了 你学到了 将来 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懂得绕过去 很多人觉得 这块石头 是成功是这么爬上去的 你以为你也可以爬 告诉你 也许你腿筋不够 也许那一天 刚好那块石头 松下你就惨了 但是陷阱都是差不多 天下所有陷阱 无非是贪婪 无非是最对人的关系 无非在过程中 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 这些东西 请大家去多学习多看 去学习那些 失败经验以后 不仅不会让你的胆子更小 而是让你的胆更壮 今天是在必得 我现在马上要走进 赢在中国的赛场 欢迎来到赢在中国 你核心的技术是什么呢 你觉得条件成熟吗 我是最棒的 谢谢各位 挑战自我 战胜自我 赢在中国 哎呀 资同书 资同书 我们是 一百零八家 这会增加出错的概率 你得多我时间 你得多我时间 好 第一名的是 第三组 只要自权高远 脚踏实地 就一了一 他们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创业的典范 这次的一千万 我是在必得 短暂的激情啊 是不值钱的 只有持久的激情 才是赚钱的 只有任何一个人 才能够心平气 或者接受失败和挫折 你未来才能够做成大事 三号 十一号 赶紧抢到位置 加油 加油 人队 正确 加油 倒有理想而不理想化 忘掉自己是个女性企业家 记住自己是个企业家 拿到了一千万 其实资金早就到账了 这个谈判的过程 是向前看的一个过程 你就很坦然地去谈你的东西 如果商业模式上达成了一个共识的话 那对于未来的估值啊 或者未来的这种股权的分配上 我觉得相对是个比较容易的一个过程 和分头打交道的密集是 有理有据地去说服对方 让对方充分地怎么样 信任你 慢没有关系 投资就好比是恋爱 最终结婚一眼 我倒是认为慢一点更好 为什么 双方更了解对方 这样子当我们双方真正结合的时候 这样子才能怎么样 长久 我获得的是500万的创业资本 这个资金呢 是在2008年的1月底 打入我们公司的账户 在和投资人商讨 这个股份比例的过程当中呢 有投资人主动给我们的期权部分 也有给完之后 我们不满意 我们又继续争取的部分 只要大家抱这种合作 平等的心态 我想都会争取到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恰入其分的股份比例 因为凯沃是一个零起点的创业项目 在投资额和股份比例的方面 投资方也非常爽快地 给予我们整个团队一定比例的期权 这对于我们凯沃的团队 以及凯沃所有的工作伙伴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 像我们这样拿到投资再创业 的确起点高 起步顺 参加比赛 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无数的人都会说 我们知道CCTV 知道赢在中国 知道周景 也知道凯沃了 06年比赛的时候呢 熊总说 谁考上商学院 就给谁报销学费 我就考上了 你看 这是我们在商学院学的一些课程 今年我们主打产品 名字呢就叫赢徒 赢就是赢在中国 图就是在路上 参加的赢在中国 应该能给我企业这个加速度的话 提速啊 最少能节约两到三年的时间 赢在中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品牌价值 就是它的一种可信度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 非常好的一个宣传 比赛结束以后 一直到现在呢 一直和阿迪金保持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和联系 目前呢 项目资金呢 已经到位 我们现在就项目本身 和风投呢 进行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谈判 作为投资人 更多的是从公司的外部去看待一个公司 并且呢 他们的丰富的经验 让我们在盈利模式 在组织架构和市场拓展这一块 都有一些好的借鉴的意义 你能拿到钱 说明风险投资商对你的市场啊 对你的这个管理能力也看好了 但是 就是外里长征刚走了第一步 赶紧接合同 尽快拿到钱 因为这个钱也就是第一轮的钱 风险投资很少也一轮就能上市 通过跟风投的接触 让我们认识到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 我想我们跟风投的合作 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 在很多前辈的这个锐利的眼光下 我们发现了自己身上很多的这种毛病 我们不断地在这个过程中呢 试图去改善改进 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自身的 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 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也认识了很多行业内的一些高手 我想如果不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很难跟他们有相识的机会 这对于我以后事业的发展 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您在中国第三赛季大决赛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我和我的团队充满了感激之情 从2006年的春天到现在 历史两年半 您在中国没有间断地举行了三件 三个赛季中 共有38万3000人报名 最大的有70多岁 最小的18岁 选手来自母湖四海 我们想对每一位参赛选手说 因为有了您的参加 才使这场比赛呢 变得有起有福 充满生机 三个赛季中先后有几百名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 曾在比赛的各个阶段担任您在中国的评委 尤其是我们现在台上的这样一些评委 你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 正是你们的精彩点评 以及与选手近距离的交流 让我们许多 即便今天没能走到像谢力这样最后的选手 也能在过程中获益匪浅 而这个呢 我想恰恰是我们那些付出过辛劳评委 他们所感到欣慰的 我想大家应该同意我这样一个想法 我已经看到了大家在点头了 谢谢你们 真诚的谢谢 我特别想说的是呢 因为我们的总冠民商中国联通 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猛牛乳业 会员果汁 阿里巴巴 IDG风险投资的持续的鼎立的支持 才使您在中国这个舞台得以搭建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和我们的参赛选手 今后无论走到哪里 看到这几家企业的名字和标识时 一定会像我一样倍感亲切 您在中国呢 曾经有一首歌叫在路上 这两年多来 每当我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在许多场合响起时 我在想 其实创业的精神就是奋斗的精神 这种精神原本就折服在成千上万的人的心底 我们只是用《银在中国》这个舞台 映和了这种心声 找到了一种集体的共鸣 所以是你们 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是那些在艰难中奋进的人 在顺境中自我加压的人 在心智上不断升华的人 成就了银在中国 谢谢 我们也一起了脚踏实地这样的老生常谈 原因是我们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创业者 能够长大 做强 那样的话 当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需要的时候 我们的创业者就能够像我们台上 坐着这些评委一样 以及还有那些很多没有来到这是现场的 为本次地震灾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 一样的站出来 而且是有力量的站出来 所以最后我想对创业者说 在未来的某一天 因为创业 因为成功 我们能够汇集我们的同胞 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核心竞争历史 那才是我们创业者真正的荣光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那一天 我不等你上路 为不万分的心 为自尊的生存 为自尊我的证明 路上的心酸已融进我的眼睛 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 在路上 在路上 用我心灵的呼声 在路上 只为伴着我的人 在路上 是我生命的远行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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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伴暖我的人 温暖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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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悠 เพcip 프라 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 路上的心酸已融进我的眼睛 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 在路上有我心灵的呼声 在路上只为伴着我的爱 在路上是我生命的缘情 在路上只为温暖我的爱 温暖我的爱 在路上有我生命的呼声 在路上只为伴着我的爱 在路上是我生命的缘性 在路上是我生命的缘性 在路上只为温暖我的人 温暖我的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